这些都是为董海川鲜尸签坟的照片 先看这个 这个就是当时他是习惯用毛笔写字 都是用毛笔纸 这个签起书就是号召国内外人集资 完了发起人李子明就这些人 后来呢又挨个到各家去签字 这些老武术家签的字 就叫文安堂董 因为董海川的家乡就在河北省文安县 所以印了这么一个 这个呢就是董海川签木 委员会 北京董海川签坟委员会 当时刻了这么三枚章 同时呢他的为人给我印象也特别深 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家教啊 中国有一个传统就说 吃亏是福 就是愿意帮助别人 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是这样 那个所以在他的去世以后 导词中就这样一句话叫乐善好吃 那么我觉得他一生也帮助过许多的人 从家族来说 我父亲家里是九个孩子 然后我没有见过叔叔 大爷 姑姑 就是他长寿 其他人身体都不很好 那么大家尊重他家族里啊 就叫他八爷八叔八舅八哥这样 就是说好像家族什么事有困难 都要去找他来解决 就是古道热肠 我母亲晚年跟我说 她说爸爸这个人就是一个好人 而且呢对人特别真诚 到什么程度 说如果咱们是好朋友哈 你说需要我这个胳膊 可以给我吗 我会给你 说心可以吗 就给你 她说我母亲跟父亲生活 她说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如果能在他身边 时间更长一点 我就更受益 但是虽然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吧 在他身边长大 就是影响我的一生 几乎我一点不夸张 我好像每天都在怀念他 特别是遇到困难 挫着心里不痛快 一看看他的照片那种洒脱 那种宽宏的胸怀 完了在那个照片中那种 我特别熟悉的那种 微笑看着我 就好像我身上心里都有一种力量 这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是 就是1966年之前 东海川先世墓的原貌 说作为清朝的一个王府的 一个看家后院的总管 能有这样一个四筒碑的 规格的名牧 就说明当时他也是影响很大的 你看这个 董老先师 他这个坟地修理 这个施工俊工 以后呢 开光 这是民国19年5月11日 还有这么多人来 就人家给他修缮完了 又重新开光 所以说 东海川在中国传统武术的位置 是不可小看的 小觑的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你想象中 这是我父亲 50年 49年 新中国建立 这是郭古民师伯 他们去扫墓拍的照片 突然有一天 你去这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一片平地了 那作为他们那么景仰人 那么喜欢这个的人 他就心里难以接受 所以呢 后来就在万安姑墓 这个是新的墓址 很漂亮 当时新建完 这个为什么 我们中间这个墓种是八呢 因为八卦是练习要走八个方向 这个设计是我父亲和他的师兄 叫傅振伦一起 傅振伦后来是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 实际上他年龄比我父亲小 但是因为入门早就叫师兄 就是扫墓 八十多岁了 每年扫墓啊 对他来说是一件特别大的事 尊师重道 哎呀开春了 春档花开了 哪天是清明啊 什么时候去啊 都谁去啊 可是一件大事 东海川先师 完了我父亲 我师爷师伯 这个是南城刘兴翰先生 背后还有佐藤 很多人问啊 说他不理解 中国这个传统武术啊 这个目的怎么还有一个日本人啊 当时啊就是中国第一任武术研究院的院长徐才 也是亚武联纳筹委会主任啊 亚洲武术联合会主席徐才先生 他说这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一段佳话 是吧 那么就是我父亲在他的传承名录上啊 就两个大弟子 国外的一个国内一个 他上面都是盖着章的 就是我认可的啊 那佐藤先生呢 就是1997年安丧黎子明先生 就安丧的时候 带了50多个日本人专程来参加这个活动 他说我记得说 他说今天是个好日子 阳光明媚啊 他说老师终于入土为安 他也说入土为安 完了他走呢 他跟遗嘱 他说我要 常年在我的中国爸爸身边 中国父亲身边 所以一半骨灰在中国 一半骨灰在日本 他的女儿亲自带弟子来做的这件事情 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是反战的 后来他呢 他是医学博士 作为八路军 军医 为中国人民工作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跟其他有些那种完全是不同的 1993年 大年初一 李子明先生走的 是吧 我们把这个消息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就是打电报 告诉他以后 他到中国大使馆办签证 要来送我父亲告别 后来春节期间都休息 外国大使馆也休息 中国诸日 后来人说你什么事情 他说我要到中国 给我的父亲 给我的师父送葬 后来人说你的师父是谁 他说李子明 后来那个大使馆神 你的师父这个 就特批 所以他就是及时赶到 跟老师做的这个告别 然后这个是当时 哇的情景 你可以看到啊 都是这些老人 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这是当时呢 在那个 因为中国有一个讲究 就是离世的人 去世的人 就不能再见光了 所以千分的时候 都要搭一个棚 把他灵 就是骨 骨啊 以骨挖出来以后 不能见光 搭了一个这个棚 哎呀 找不着你 能看出他 这李老父亲 特别焦急呀 焦急的那种神情 这是他们挖的时候 后来终于找到了 挖出一个腿骨很粗 后来那个师兄 李国勇还说呢 当时这个骨链 往外挖这个石碑 四个碑的时候 那个铁链滑着 差点把它砸 砸在下边 说那腿骨特别粗 那么当然最爱是武术了 我就说说他为什么习武 因为我父亲呢 是出生在河北省济县 李家桃村 那个地方呢 属于燕照地区 中国有句话 就燕照 多慷慨 悲歌之事 就那个地方 民间就上舞 尤其男孩子 都要练 两下这个腿脚 那么他就是 在那种氛围里长大的 完了从小呢 他先跟他的叔叔 习武 他的叔叔呢 喜欢喝酒 叫李三胡 就一喝酒能喝三胡 喝完酒呢 就特别就练功啊 就也不醉 等于我父亲的叔叔 把他算是启蒙 四五岁 引导他习武 后来他又拜了 乡间的一个武术的老师 最开始学的是厌亲拳 也叫弥宗拳 是外加拳 那么因为家族的原因 我刚才说 他家里人都不长寿 就很短命 夭折 他到十三四岁的时候 也是 就是好像走路都费劲啊 老是气喘 我的爷爷 一想 那么多孩子都 都不健康 或者都走了 就领着他 找到他的师父 就是梁振普 梁振普先知呢 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 是有记载的 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 在北京马家铺啊 因为那个时候就运输站 现在叫运输站 中转站 过去叫缴航 那么生意非常好 后来呢 有一个恶霸 我不知道国外怎么说 这个这个这个啊 就恶霸嘛 就是叫金雕赵六 他有七行八市 就觉得这个买卖特别好 他要收为自己 完了我的师爷 就是我父亲的师父梁振普 他就为那些人打抱不平嘛 完了一个人 一个人拿九节边 中国兵器这样二十公分 一截一共是九节 一个人打死了十几个人 还打伤好多人 那么就是叫杀红眼了 杀红眼了 最后说那个九节边就打的就剩两节了 有历史上有记载 后来他回到家乡的这段时间 我的爷爷带着我父亲去跟他 说跟师父练一练 看身体能不能好啊 他就说练了半年 身体就有好转 完了他也特别听话 也特别刻苦 我觉得还是师父有方法 就是叫人有方 所以一年以后 父亲在日记上写的 一年以后 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身体大好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师父 视为再生父母 追随一生 所以他的书桌旁 墙上老是挂着 他的师父的照片 一直就是这样 这是他习武 后来呢 他的师父也曾经带他到天津 天津呢 武术发展 因为北京不远啊 也是非常尚武的一个地方 师父鼎他到天津就认识了许多八卦长的二代三代的名家 这样他后来就没有尖锡过 从我懂事起啊 就是记得他是老师在练功 不管后来工作多么忙 早晚休几天 他一直是练 为什么能为后来为八卦长做那么多事情啊 他就觉得这个武术呢 特别好 由于健康 他那个人啊 就是愿意跟别人分享 就觉得这个好东西好 你也应该有 你也应该有 大家都应该有 大家受益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追随师父一生 最重要的 他是把这个东西发扬了 传承下来了 嗯 That conclude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interview with Li Xurin Due to the length of the interview and the museum tour I will be releasing it in parts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do click like and subscribe Available now is Dragon Body Tiger Spirit A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Classic Texts of Xing Yiquan This book translates and explains in detail the classic texts of the art of Xing Yiquan It is not only useful for those practitioners of the art of Xing Yiquan but similarly useful for practitioners of Ba Guajang and Taiji Quan as these arts have also drawn from the corpus of classical texts of Xing Yiquan and included these concepts and theories within their own corpus and classical texts The book may be ordered today through the official Mushin Martial Culture website at MushinMartialCulture.com Additionally in the store you will find other merchandise including a portrait of the founder of Ba Guajang, Dong Haichuan as well as other prominent practitioners If you would like to hang this in your school or training location Head on over to our merchandise store located within the Mushin Martial Culture website Another way to support the channel is through our Patreon support site There are regular support tiers as well as a third tier The Hua Jin Online Learning Program tier where you can learn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Liang-style Ba Guajang as handed down by Li Zeming as well as Hebei Xing Yiquan The program presents one-of-a-kind high-quality in-depth lesson videos for you to learn these arts in full So I like to work on my friend's life Thank you for on our website! We're gonna do this before We can do this before We can do this before